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天堂光束 天空被大片的云遮蔽只露出一个小洞 阳光从小洞洒下 因为绕射散开来就形成天堂光束 另外电磁波讯号的传递也是透过光的绕射现象 比如radio或是手机讯号 从基地台传出的讯号 可以透过绕射与反射传递给各个位置的使用者 那我们要如何清楚地观察光的绕射现象呢 我们可以仿照双霞缝绕射的实验方式 先用滤波器确保只有单一波长的光通过 然后再让光束通过一个单霞缝照射到屏幕 如此就可以观察到光的绕射条纹 可以发现如同水波一样 光束在通过霞缝之后往两边散开 要解释这个现象 让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惠根丝原理 波在通过霞缝时 每个点都可以视为一个新的点波源 向四周传递形成球形波 这些球形波的叠加就形成干涉波形 但我们也注意到光的绕射图样与水波不同 有明暗相间的条纹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复习一下水波与光波的不同 如果仔细观察水波的干涉条纹 会发现一些地方是完全相消干涉 称为波节 一些地方是完全相长性干涉 形成波腹 在水波实验中 这些阵幅的差异并不明显 但由于光的明暗 是与光波的阵幅有关 波腹的地方就会形成亮纹 波节的地方形成暗纹 所以光的绕射会有明显的明暗条纹 如果我们把单狭缝的绕射条纹 与双狭缝的干涉条纹比较 会发现它们有相似之处 条纹都是规律且明暗相间的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 这些绕射条纹也是因为光层差不同而产生的 根据惠更丝原理 狭缝上各点可以视为新的点波源 由这些点射出的光会互相干涉 形成明暗相间的条纹 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 这些条纹并不是对称的 中央亮纹看起来比较宽 且非常的亮 亮度由中间向两侧递减 与双狭缝干涉的对称条纹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能否透过数学计算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将在下支影片当中详细介绍 光的绕射现象还有哪些有趣的科学应用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3D全像图? 虽然只是一张2D的图片 但当用一束光照射这张图 3D的图像就浮现了 当我们移动到不同位置 物体也会跟着移动 就像在观看真实的物体一样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它用到的就是绕射与干涉原理 全像图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 将一束镭射光透过分光片分成两束A、B 其中一束光A会照射到物体 受到物体表面的绕射和反射之后 照射到底片上 另外一束光B则直接照射到底片上 两束光在底片上会互相干涉 形成全像图上的干涉图样C 也就是A加B等于C 它看起来乱糟糟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波长的镭射光 从背面照射这张全像图 就会产生3D的图样了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刚刚的等式改写一下 有全像图C减去从背面入射的光束B 就会得到含有物体3D立体资讯的A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学习到光是一种波 因此和水波、升波一样 也会有绕射现象 生活中的绕射现象包含电磁波的通讯 天堂光束、全像图等等 单狭缝绕射图样与双狭缝干涉十分类似 也有明暗相间的条纹 是由于狭缝中每个点射出的光 彼此间波成差的干涉而产生 单狭缝的绕射图案并非对称 而是中间最亮亮度逐渐往两侧递减 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个生活中常见的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汽车里听广播电台 没有什么死角 但是手机讯号却死角一大堆呢? 只要去厕所或是封闭一点的地方 讯号就变得很弱 由于电磁波讯号的传递 其实也是透过光的绕射现象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 肉眼可见的水波绕射 当波长比较长的波通过障碍物时 绕射会比波长较短的波来得明显 如果光也有同样的效应 是否就能解决刚刚的问题了呢? 试着查查看 广播和手机讯号的电磁波波长 与同学讨论看看你的发现哦 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